我很擔心會切到他們的手 神經病 上來啦 有聽書的觀眾應該都記得 科索屋人很多都是阿爾巴尼亞裔 我們又來試試他們的傳統民族菜 不過吃還吃 喂 翠魚 幹嘛拿著劍 這是阿爾巴尼亞的傳統菜式 是需要用到劍的 我很擔心會切到他們的手 正常應該是上面的蓋子 然後倒進去 看到裡面有牛 有青椒 有紅椒 有洋蔥和很多的香料 這個名字的意思是代表劍煲 然後煎 煎 煎 味道很好 要吃嗎 當然要吃 我們在這裡看到 我們先撿一些碎片的碎片 看到一塊 兩塊 很軟的牛腩 味道就正如我們平時的燉牛腩一樣 這個時候欠一碗白飯 但這裡因為沒有白飯的關係 只可以繼續用麵包 很適合 幾個小時煮的食物 成千度煮的食物 價錢當然不便宜 平時我們在這裡吃幾大碟也好 大約只有六歐一碟 這個 你那個是多少錢 二十六歐 比平時的貴幾倍 所以 真的不是甚麼大智日 都不捨得吃 現在 我們要好好吃光整碟 因為很貴 很好 很好 在我們吃這些好好味的牛肉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少了一些人 我們的導演和Zayden兩個 很熱血的小伙子 他們說很想感受日落的古堡 所以他們用了十分鐘的時間 跑跑跑跑跑了上去上面 他們看了甚麼 我不知道 正不正的 神經病 神經病 上來了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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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走到另一邊 我想說 是 他說另一邊 真的不知道繞多遠才是另一邊 比起日後來的時候更好 雖然他的 樂日已經 樂得出了白白 但是那個 余光 仍然在這裡 這個就是 為甚麼我們 下大雨 趕時間也要走上來的原因 我們 剛才有一樣 比剛才更緊急的事情發生了 本身我們說是追日落 日落追了 誰知道 導演忽然之間 我想等天黑拍的夜景 那我就跟他說 但是翠如俠就很開心吃了牛 是不是 天黑 天黑拍完 然後那些牛不會等我們 這樣 然後導演說了一句 令我這一輩子最震驚的文件 我不要緊要我 我不會吃牛 我不會吃牛 你真的 對 因為我根本 你都不會吃 我不會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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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會吃牛 你會吃牛 你會吃牛